反谈会曾经在2019年入禀高庭 向41个单位和个人追讨涉嫌和一马公司案件有关的资金 总值2亿7千万令吉 那如今检控方已经撤销对11名被告的上诉 政府也将归还之前充公的2170万令吉 卡玛巴林奥马副检察司今天通知上诉庭三司 检方已经撤回了对11名个人企业和政党的上诉 并在上个星期五也就是27号提交终止诉讼通知书 涉及巫统北根巫统柔佛联委会等11兆的款项 介于4万1千到1千万令吉 与此同时法庭也责定在3月28号审理马华彭亨联委会 沙巴人民团结党以及已故巫统巴耶勿煞国会议员 阿都马南家人所提出的上诉 但是法官卡玛露丁说基于检方已经撤回了上诉 因此建议三宗案件的律师进行案件管理 并在下个月10号之前向总检察署提交陈述 噢